文化文化 文化文化 文化 文化 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黃志賢夜問 2020 這一戰 其實台灣永遠回不去了 它是有一個大的一個趨勢的 什麼大的趨勢呢 2300萬人 越來越獨 越來越綠 如果以前我們可以把說 統的在這邊 獨的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中間選民 中間是我不統也不獨 那這條中間線 越來越向台獨靠近 也就是說台獨的勢力範圍 越來越大 統派的勢力範圍 越來越小 所以在台灣 想要在各行各業 有榮華富貴 出人頭地的人 不管你是要商 還是要從政 還是我只是想考公務員 還是我只是想要做個小職員 各行各業 都必須在台灣的這個氛圍裡面 活下去 你的長官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學 你的鄰居 當每一個人都越來越獨 的時候 一個堅持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一個堅持中國要統一 兩岸要統一的人 就會越來越被當成是 外星人 怪物 異類 蟑螂 然後越來越孤獨 所以不會有任何力量 這個如果再加上美國 促進台獨的那個力量 力道越來越大 為了中美世紀對抗 那該怎麼辦呢 從蔡英文的一些講話 從美國跟台灣最近的一些互動 來看看到底怎麼樣 但是台灣不是獨立在真空中 選後每一天的世界依然有進展 伊朗最近怎麼了 美伊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本來大家都是同情伊朗 被美國這樣惡霸的 殺了他的高級將領 為何一夕之間翻轉 因為一個民航的客機 被伊朗軍方錯誤的 疏忽的誤擊當成飛彈擊落 怎麼會這麼巧 難道沒有陰謀論 是不是有可能 美國已經用電子戰 讓伊朗的軍方錯誤的 以為那是導彈 所以必須把它擊落 擊落之後 所有國際的反應 跟伊朗國內反美情緒 突然之間變成反政府情緒 這一場仗我們在台灣 也要記取教訓 今天跟我們一起打拳的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邱毅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大家好 大家都在談 投票日開票當天晚上 韓國瑜 其實我已經罵過他了 就是你怎麼會在國際記者會前五分鐘 很多國際記者是 一百多個中外記者 是在那邊等了一整天 等到晚上要拍你這個世紀鏡頭 敗選的演說 敗選的表達 這關心你韓國瑜 也關心國民黨 也關心兩岸 結果呢 在九點鐘表定時間前五分鐘 沒有了 現場看到那個記者的表情是一陣錯愕 我也一陣錯愕 你總得像個人吧 這我們人跟人 你就算跟朋友約吃飯 你也不能夠說 約吃飯的五分鐘前放人家鳥吧 怎麼可以不做人呢 結果 一個小時候被人家拍到 他在高雄市知名的汕頭火鍋店 快樂的吃火鍋 而當天晚上的國際記者會 蔡英文表演泱泱大度 但是 所有他的得意的什麼東西 從BBC當場提出來的問題 蔡英文沒有直接回答 而是由蔡英文的那個臨場口譯翻譯 可是那個口譯的翻譯竟然翻錯了 而蔡英文的回答也牛頭不對 麻醉來聽聽看 很多人提示 那些人的回答 在你的負責 是因為的行動 中國的負責 它是負責 你提到今晚 它是負責 的船船 通過台灣 通過台灣 通過香港 所以 我問你 是 你覺得 你有 中國的總統 Xi Jinping 要感謝 這個勝利 這次的選舉 蔡總統 我想要請問您 前陣子您可能還在民調低迷中掙扎 另外我們也歷經了 中共戰機的威脅 以及香港的問題 那我想問您的是 您會如何處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謝謝 這次的選舉的結果 彰顯出台灣人民的價值 也就是我們 台灣人民 拒絕一國兩制 堅持主權 跟民主的生活方式 身為台灣的總統 就必須在台灣的民意基礎上 來處理兩岸關係 我也希望 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能夠給予中國 帶來一個很正確的訊息 讓他們可以清楚的了解 台灣人民的期待 跟台灣人民的堅持 人家講 是 航空母艦 這一個主持人 這個翻譯者 把它翻成是中共戰機 好 航空母艦跟中共戰機 然後 人家問你說 蔡英文是不是要感謝習近平 他自動把它轉彎說 您會如何處理台灣與中國 中國的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不合格的一個翻譯 因為你翻譯 你不能夠去扭曲了 問話者 問話的原意 然後蔡英文就這樣回答 他當然是官司回答 這次選舉結果 代表台灣人民價值 拒絕一國兩制 身為台灣的總統 這都已經是違憲了吧 台灣總統 必須在台灣民意基礎上 處理兩岸關係 他的意思 他拿到817萬票 意思說 台灣的民意基礎就是我 就是我 所以他說能夠 希望這一次選舉結果 能夠給予中國很正確的訊息 了解台灣人民的期待跟堅持 要在四個基礎上一起開啟良性互動 意思是說 我有底氣 來 我要怎樣 我現在我們不要 不要九二共識的前提 就是說 我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但是我要跟你和平 你要承認我有台獨的自由 就是這樣子 然後BBC的記者就 也直接專訪了蔡英文 蔡英文在專訪中說 不排除戰爭的可能性 如果中國侵略台灣一定會付出相當的代價 人家說什麼樣的人玩什麼的鳥 理論上來講 蔡英文這一次的大選狂勝817萬票 叫蔡英文障礙 我不認為將來有人突破這個蔡英文障礙 他也超越了以前大家認為 不可能突破的馬英九障礙 那這麼樣了不起的一位超凡的政治人物 在國際記者會應該表現得很優異才對呀 美國康內爾大學的碩士 法學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 不得了啊 不到30歲啊 就是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系裡面的副教授啦 不得了啊 這樣的資歷 怎麼會在國際記者會裡面表現得如此荒腔走板呢 而他選出來的口譯也非常的糟糕 因為大陸這一次大家談的航空母艦 是他第一艘國造航母 也就所謂的山東艦 山東艦因為是第一艘的國造航母 所以特別受瞩目剛剛服役嘛 而你怎麼會把航空母艦翻譯成戰機呢 好更嚴重的是BBC的記者問他 你這一次從去年前年的九合一選戰敗了以後 大敗了以後能夠轉敗為勝 最後得到如此高票 你是不是要感謝習近平 這個題目因為蔡英文很會答的啊 可以答得很好的啊 而翻譯也口譯也可以 口譯的很精準的啊 沒有 蔡英文是你問東我答西 對 你不覺得這樣的一個水平 怪不得大家在懷疑 你的博士是真的還假的 而目前出現的種種的激政 雖然蔡英文才能處理 不理會 而台灣的媒體也不怎麼報 隨時這個真相始終無法浮現 我本來要打這個題目 但是我發現我擁有的資料 後來發現彭文正他們都陸續有 林萬強都有 所以我就停止不打這個題目了 因為彭文正跟林萬強他們 已經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在追打這個題目 而追打蔡英文的博士 最後的結論就我來看 蔡英文沒有博士學位 絕對是假的 而這一次的國際記者會的表現 我更證明了 對照蔡英文以前 接受國際跟國際友人的對話裡面 你們發現他的英文很差嗎 來 我們來聽聽看BBC記者訪問他 你到底在於是在意見 提出台灣人的立法 我們沒有需要 成為我們立法 我們已經是一國 已經是一國 我們稱自己 《國際遭遇台灣》 我們也有政府 我們有政府 我们有免败的免败 你所谓的发展到中国的危险 你所谓的危险是现在的危险的危险 你不能随着危险的危险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准备 而能力保持自己的能力 但是在更加的充分 我更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求国家的支持 你相信你能够能够 去充分的充分? 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充分 蔡英文跟之前好幾年前,美國的一個中層官員來台灣訪問的時候,蔡英文跟她的對話,那個時候當天她的英文就非常差,然後我就寫了一篇文章罵她英文不好,結果她也沒有辦法反駁。 那剛剛的那一段,蔡英文接受BBC記者坐下來專訪,你有沒有聽到有個文法的錯誤,蔡英文說,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正確說法是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independent是母嬰,前面一定要an,這不是國中的嗎? 是不是?所以你會懷疑說,蔡英文如果真的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正牌真正的博士,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英文水平呢? 而且蔡英文到了台灣以後,為什麼得李登輝之重用?是因為她說她叫國際談判專家。 而且蔡英文在她自己寫的書裡面,她自己說啊,她的指導教授口試委員說她很優秀,本來要頒給她兩個博士,後來又沒有這個制度,所以後來就給她加注。 所以她等於1.5個博士,就除了法律博士之外,還有國際貿易的半個博士。 那又是國際談判專家,做國際談判專家,要聽力很好,要說得能力很好,頭腦要很清楚。 這三個人她都沒有啊,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經濟部,我們兩個談判的顧問,一個是我,一個是他。 但是我就覺得怎麼會找這樣的一個人來呢?你跟她共識過了。對,我還認為說,我還原諒她,因為蔡英文那時候很害羞,每天都清湯掛便,然後不大敢正眼看人,都有點低的頭。 那時候我覺得她很老實,後來我還自己為她解釋,我說是不是因為她比較內向,比較羞涩,所以呢,所以她,但是她畢竟懂很多談判理論。 可是她後來吹牛啊,她後來說GATTWTO的談判,她是上戰場的,不是,我跟她都只是談判團隊的老師。 而不是我們帶著談判團隊上談判桌,上談判桌呢,是政府的代表,是政府的官員。 我們兩個人叫顧問,學者顧問,是給他們上課的老師,就這樣而已啊。 給他們學理,就是這些國際貿易的學理技術,一些打地機的,然後真正實務操作是別人操作。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幾乎跌破眼鏡,我說,這樣的人本來看很老實的,怎麼會滿口跑光,那麼會吹牛,而且來印證一切。 實際的情況,她的英文真的不好,她的中文也不好,她的聽力也差,她的思辨能力也差,她怎麼能夠成為著名的國際談判專家,我要打很多的問號。 好,這一點恐怕李登輝可以幫我們做一個說明。 李登輝跟蔡英文的爸爸,有非常類似的政治信仰。 就是他們在日本時代都是既得利益者,然後他們都是希望效忠日本天皇的。 如果不是對日本天皇非常效忠,請問,日本會派蔡英文的爸爸到東北去修臨時戰鬥機嗎? 你如果是一個可能的抗議份子,你可能會效忠中國,我敢讓我的民視戰鬥機可以。 而且還特別把他的爸爸蔡傑森,派到日本的陸俄島,以前在明治時期,叫做薩摩藩。 在那個地方是日本的海軍基地,在那個地方去學習怎麼幫海軍航空兵,怎麼去修飛機,可能嗎? 那是個軍事的秘密基地耶。 所以以日本,因為我們都是,我的祖父,我的父親都是在日軍時代有生活過,以我所了解的日本。 他一定是考核過,認為你這個人的思想是效忠我天皇的。 我信任你,我才能夠讓你到我的海軍基地去。 那蔡英文,她回來,固然她爸爸很有錢。 當然,政商之間的關係交流一定有某種程度。 還有一個真正的貴人,是孤政府。 是孤政府把蔡英文,歷劍給李登輝的。 所以你想想看,蔡傑森很有錢,本省掛的富商。 孤政府是本省掛的政商,又是政治。 孤顯榮的兒子。 對,又是政治,她有政治背景,然後也是商人。 所以蔡傑森跟孤政府,必然有很深的交情。 那請問做生意的蔡傑森,有沒有用大的力氣去推蔡英文進政大, 然後把她推薦給李登輝。 以我們所了解的國民黨,當時你有這個,你有這個,你什麼東西買不到啊,對不對? 來,葉委員,這樣子的蔡英文,其實我不是要講她私人怎麼樣, 是你從這兩場她的回答。 然後,BBC的問題,然後蔡英文說,不排除有戰爭的可能。 不過這個問題啊,我倒並不說,因人而去橫斷什麼, 英雄不怕出身低嘛。 她的家的背景,我們都可以理解。 可是她今天能夠取得這個大位呢, 不是說迷信,這也是天意,也是天意。 否則以她的才能,以她的總統,她跟民進黨的因緣, 她不可能取得大位嘛。 沒有一個,出來一個陳水扁,不可能這樣子。 陳水扁讓整個這個民進黨分崩離析, 整個對到谷底去。 那個時候,各家英雄好啊,沒有人有能力出來收拾。 民進黨在面臨那個很危機的時候就會拱一個, 對各方都不會有傷害的。 第一任的黨主席江鵬堅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蔡英文才有機會能夠拱上來。 是這樣子來的。 1908年的時候。 對,那你說蔡英文就憑她那個本事, 能夠作為台灣的總統嗎? 也不可能。 那碰到剛好一個馬英九的施政。 這個遍地,大家都是抱怨。 她自己的基本盤整個拆爛掉。 她的軍功效,整個大家都心有意心。 所以她就這樣子趁勢而起。 所以我們這樣講。 所以你。 這一次我覺得不應該感謝習近平。 這一次應該感謝韓國瑜。 韓國瑜。 感謝郭台銘。 還有感謝台灣的媒體老闆們。 對。 講對了。 所以這一次你說趙勢以她的能力, 不應該起來。 她已經既然被她做上了。 那麼好好四年,她又做不好。 趙勢她應該就急功下台了。 連賴清德都可以贏過她了。 不是嗎? 民進黨的支持都希望賴清德能夠取代她。 本來賴清德民調高。 她竟然把民調的日期硬生生往後延。 往後延。 而且做很多下流的網軍操作。 當時我們前陣子揭發出來的, 民進黨用公款養網軍。 然後那個網軍主要的攻擊對象, 除了統派,除了國民黨。 就是賴清德。 就是賴清德。 又把它做掉了。 那本來做掉了,你說, 在剛剛快要接近的時候, 縣市長選舉, 國民黨可是一片大好。 你看看,幾乎沒有全勝, 也可以說是大勝。 狂勝。 那整個客觀環境都沒有變啊。 怎麼後來一個180度翻轉呢? 才一年。 為什麼大翻轉呢? 我們來檢視一下。 因為韓國瑜出來了。 第一,香港問題。 這個我們也不能否認。 香港問題是有發生的影響。 我的分析有, 台灣跟香港是連動的。 對,這個是外在因素。 那內在因素有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什麼改變。 唯一的改變就是, 國民黨推了一個韓國瑜出來。 韓國瑜出來的時候, 很多有事之事, 大家都看出來這下完蛋。 這下不行了。 那麼韓國瑜出來, 因為他選上高雄市長, 沒有人意外, 也沒有人有不平之音。 為什麼? 那是高雄地方的市長。 但你要選總統的時候, 那又不一樣了。 那是一個不同的戰場。 不同的舞台。 必須要有不同的身段。 你就像一個, 這個推前球, 推得很遠的那個填賽選手。 你叫他去跑一百公尺, 叫他去跑馬拉松。 能嗎? 而且他才剛剛當選。 從來歷史上, 這個叫做正當性的不夠。 他不是屬於那一類的選手。 他不適合當總統這個階級的。 他是可以, 高雄市長可以混。 地方政府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 那太多了。 壓壓屋的也一大堆。 那都, 爛雨都可以充塑進去的。 那, 可是呢, 當總統就不一樣了。 每一個人, 對方的要求, 人民的要求就不一樣了。 他可以用放大鏡看你, 用哈哈鏡看你, 也可以雞蛋裡頭挑你的骨頭。 你經不起嘛。 所以呢, 就整個選戰打起來, 荒腔走板。 你說像選總統嗎? 一點點都沒有談到政策。 一點點沒有談到內政、 外交、 國防, 完全不提起。 所提起的就是他個人的私得問題。 就是浮雞蛋的問題。 彩虹鯉的問題。 就是爬樹的問題。 聞水的問題。 他去上一個年輕人的網路節目。 用跪的走路的問題。 全部都是綠的, 主持人也很綠, 然後最後他還竟然秀一個, 要表示他身體很好。 他就說, 你來來, 主持人你跪下來。 然後用跪的走路, 結果主持人輸他了。 輸他。 所以, 這像總統。 有這種選總統的方式嗎? 這個可以說, 列入整個奇觀, 乳林外死裡頭又加了一張。 所以, 要謝謝, 蔡英文當選連任, 要謝謝韓國瑜。 對。 可是, 戰敗之後, 沒有人檢討韓國瑜。 對, 這個就要回過頭來檢討國民黨的。 國民黨說, 為什麼戰敗之後, 現在沒有人來檢討韓國瑜。 你如果不檢討韓國瑜, 你國民黨永遠沒希望。 你怎麼改革,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回過頭來, 我必須在這裡再講清楚。 這整個選舉的過程, 大陸也沒有出力。 其實, 表面上是一個總統的選舉。 其實這個選舉是, 除了影響國民黨跟民進黨之外, 很大程度也會影響到兩岸關係。 對不對? 兩岸關係, 把它再往上提升來講的話, 也會影響到中美的關係。 中美博裔的勝敗, 都會有影響的。 這個不是無限延伸喔。 這次美國在台灣大勝啦。 對啊, 那美國都有出力啊。 美國有講話, 為什麼大陸都不講話? 大陸有講話? 好, 但是美國結合台獨說, 大陸的力量只要進來, 就是反滲透法。 好, 那大陸難道你... 那美國的勢力可以進來? 等等, 美國為什麼可以進來? 那我們現在不是說, 你大陸一定要用什麼方式來影響到台灣, 但最起碼你可以用的牌子也很多啊, 手段也很多啊。 不是嗎? 整個在過程中手段很多啊。 你大陸為什麼不做? 明的不做, 為什麼暗的你不能做? 你最起碼說很多方面, 太多方面。 我懂。 你當然懂。 我懂。 大陸在這一次好像其實就是放任嗎? 對,放任。 其實, 這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競爭, 美國可以明目張膽站出來, 你大陸就躲在後面。 介入台灣選舉。 對,他介入選舉。 他直接臉書的, 在台灣設一個台灣選舉戰略式, 然後直接刪掉韓國瑜的粉絲團, 然後美國AIT公然介入台灣選舉。 那反滲透法不是應該... 而蔡英文政府的對口的人就是唐鳳。 對。 拿網路站喔,公然喔。 那所以你說, 大陸這一點不要檢討嗎? 不要老只是怪說台灣人民怎麼樣子, 國民黨扶不起, 國民黨的確是扶不起, 但是大陸也是當事者之一啊。 我剛剛把那個關係解釋得很清楚了。 國民黨你想到兩岸, 兩岸你想到中美。 就不止國民黨, 就是台灣的統派。 國民黨以外還有一群台灣的統派。 台灣的統派在台灣是非常孤立。 無緣,無力無緣, 無力無緣還不打緊, 還不打緊, 大陸還更應該檢討怎麼樣。 有很多台獨的, 我就講媒體好了, 他們這些電視台拍的什麼連續劇, 什麼綜藝節目, 拿到大陸被造賣。 為什麼大陸能夠讓他們上呢? 現在還有嗎? 現在沒有了。 現在是因為我去檢舉啊。 可是不僅如此啊。 他後面還有一些, 你們團體也許沒有了。 個人照樣啊。 台商照樣啊。 我們當然也不說無限三港思想檢查, 不必用到這樣子。 最起碼你的政策要明確啊。 記不記得2018年, 台南有一個民進黨的議員, 他出來選。 然後他跟情婦的錄音帶, 後來被周刊拍攝了。 他裡面說什麼? 他跟他情婦說, 我要掛著民進黨的招牌, 在台灣選上一個現議員, 這樣我到大陸走路就有風了。 所以我說。 我講的沒錯吧。 所以我說這一點, 大陸也應該深切檢討。 台灣的選舉跟你不是沒有關係, 有關係。 那有關係你不必明目張膽, 就像美國一樣, 明火執障的出來干涉, 不必。 可是你用得上的力, 還是應該要用的。 好, 用得上的力要用。 那反滲透法, 不就是要排除所有讓境外的敵對勢力來滲入台灣。 可是美國明目張膽, 介入台灣選舉, 卻不會被反滲透法處理。 為什麼? 他不是境外敵對勢力。 他是境外勢力, 但是他不敵對。 不敵對。 他是境外的主人。 境外的主人。 境外的主人, 境外的主人現在對狗下令了。 來,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默劍, 1月11日喔, 開票當天就下命令了。 希望美國跟台灣在美豬美牛等議題上, 能夠有具體進展。 1月13日, 羅智晟, 你看兩天後, 立刻反映。 不管是行政院或立法院, 執政黨必定為食安跟農民把關, 不讓美豬美牛傷害國人健康跟民生經濟。 國民黨立委曾明宗說, 開放是大方向跟大趨勢, 但我們也不樂見開放會影響全民健康。 希望蔡政府在開放同時要做好把關動作, 不能傷害國人健康。 台大獸醫的學院名譽教授, 豬肉專家賴秀穗, 他說美豬議題不應該一直在藍綠輪流反對的 惡性循環, 應該回歸到專業, 否則台灣再這樣下去, 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但, 他說以人體健康衛生的觀點來看, 拒絕美豬進口相當不合理。 根據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的標準, 肉類中含有10個BBP的瘦肉精, 對人體無害。 好, 所以他是支持的。 養豬業者說, 台灣如果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豬, 國內飼養業者一定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呼籲政府應該先跟產業團體充分溝通, 沿你配套措施, 內臟的進口量跟瘦肉精的殘留量都要制度化。 好, 我們來看, 大家很多人還是忘記瘦肉精是什麼。 然後你要先想喔, 我們台灣人, 我們中國人, 我們是吃豬內臟, 吃牛內臟的。 我在美國, 在歐洲都生活過, 美國他是不吃豬內臟, 不吃牛內臟, 帶歐洲人吃的。 所以你看, 這是行政院農委會的資料, 瘦肉精就是萊克多巴胺。 世界各國對肉品中的萊克多巴胺的殘留量的規定, 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只有26國準。 台灣人自己養豬是不能夠用萊克多巴胺的。 那你如果今天准許美國養豬可以用萊克多巴胺, 然後可以進口台灣, 那你怎麼會一國兩制到這種程度呢? 全世界只有26國核准, 但是各國文化飲食習慣都不同。 日本國內沒有核准使用, 但有殘留標準。 日本也是養豬也不准使用喔。 台灣目前萊克多巴胺瘦肉精是列為禁藥, 所以進口跟國產都不可以用。 美國牛肉外銷有154國, 但歐盟禁止進口。 大陸跟我國都不准, 你可以進口我台灣, 但不可以有收容金。 歐盟也是這樣, 大陸也是這樣。 那根據這個萊克多巴胺到底對人體有什麼樣的危害呢? 當然啦,聯合國他們有做一些門檻, 所以你必須長期食用, 然後你必須要吃很大, 你要吃6公斤的肉, 才會超過這個安全性。 那長期食用, 以及有過敏體質的人, 還是有疑慮的。 但我講一句話, 其實現在全世界對於瘦肉精, 對於人體的傷害的研究, 其實還是不夠,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都用鐵芙蓉, 鐵芙蓉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不沾鍋鐵芙蓉, 全世界都在用啊, 用了幾十年以後才突然間發現, 原來鐵芙蓉會致癌, 可是我都想說我已經吃下去, 鐵芙蓉多少在肚子裡面了。 那現在美國加拿大都很多都用瘦肉精養, 那現在這樣子就要進口來台灣, 可以嗎? 你記得蔡文以前曾經又吹過一個牛, 他說大家都說台灣是美國的棋子, 他說不是, 他說我們不是棋子, 我們是棋手, 從這個事件來看, 台灣就是美國的棋子, 而且是美國認為可以踩你的, 可以踐踏你的, 照問可貴之, 亦可見之的棋子嘛, 所以他擺得很清楚啊, 美國正是公然出來在大選中挺蔡英文, 而且在網路上面, 透過了蔡英文派出的代表, 唐鳳之間的聯繫, 各種的管道幫助蔡英文, 蔡英文組織的暗黑網軍裡面, 有沒有美國協助的聲音, 當然有, 可是美國不是白幫的, 理財文連任了, 美國的虛所馬上來了, 要付費了, 是啊,1月11號他就要你付費啊, 他的虛所就來了, 這才是第一件虛所, 好,我們回來談這個虛所, 美國其實已經, 要把美豬跟美牛銷到台灣來, 已經很久了, 因為他認為可以推到你台灣, 下一步就可以推到大陸, 目標真正目標大陸, 因為大陸才是最大的市場, 可是如果說, 我記得當時我還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在立法院, 馬英九那時候, 說有10PPB的瘦肉金, 萊克多巴胺的殘留, 是安全的, 對人體無恙的, 那時候民進黨的黨團, 怎麼反對呢? 不可以, 講得最大聲的那個叫管碧林, 管碧林算0, 一定要0, 不能10PPB, 對, 而且他們還激烈抗爭, 用暴力, 然後呢, 所以要反, 因為當時黃偉哲也是立委, 也是激烈反對, 對對對, 沒錯, 所以如果要對照那時候的標準, 怎麼到現在不一樣的標準了呢? 好, 那至於啊, 現在, 如果說10PPB, 剛才那個台大受醫系的名譽教授, 說對人體無恙, 其實我認為要打問號的, 那對小孩有沒有影響? 小孩體重小啊, 會, 對啊, 對孕婦有沒有影響? 會, 對免疫力比較低, 具敏感體質的老人, 會不會有影響? 會, 都會啊, 還有, 因為農藥以後, 你可以停藥, 可是瘦肉精, 一些豬, 吃瘦肉精, 吃完以後, 因為他是混在飼料裡面, 他每天都在吃, 他就是要, 讓他長出很多瘦肉, 然後他會, 臉紅心臟, 那個豬會很難過, 會很暴躁, 其實很不, 很不人道, 很不豬道, 然後, 他立刻宰殺以後, 大量的瘦肉精, 可能皮膚啊, 骨骼什麼, 還少一點, 可是在內臟中, 會嚴重殘留, 而台灣人, 我們吃豬肺, 最喜歡吃內臟嘛, 豬肺, 豬肝, 豬腸, 豬小腸, 豬大腸, 豬腎, 豬腰, 我們什麼都吃耶, 所以我們的飲食習慣, 跟美國人會不一樣, 很多人說, 美國人用瘦肉精, 美國吃豬排, 人家吃豬肉也不會啊, 美國人吃豬肉很少, 吃豬, 牛肉很多, 可是牛肉主要是吃豬排, 那個肉本身比較少, 美國的, 那個美國牛的內臟, 如果喊瘦肉精進口到台灣, 我們台灣怎麼辦啊, 當然啊, 美國人不吃豬跟牛的內臟, 可是台灣人愛吃啊, 台灣人愛吃牛雜湯啊, 台灣人愛吃豬雜碎啊, 好好吃啊, 對啊, 而且你去看電影一下,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外面排了一堆, 都是內臟啊, 那這些內臟都是, 這一些所謂的瘦肉精殘留最多的部分啊, 台灣人愛吃大腸面線啊, 沒有錯啊, 四神湯是豬小腸啊, 這影響當然大, 麻油豬腰湯啊, 所以這美國等於, 等於把它不要的有毒的瘦肉精, 硬是垃圾, 給你移到台灣來, 要給台灣接收啊, 豬內葬在美國是不值錢的啊, 可是我愛這個態勢, 然後, 對, 全世界明明歐盟就不準, 對, 大陸也不準, 台灣也不準, 現在他攻破台灣, 他的市場就要到大陸, 然後如果台灣跟大陸都失守了, 歐盟也被破了, 所以最後大獲全勝, 沒錯, 沒有錯, 美國的目的就如此啊, 因為美國選舉很多農業州, 農業州有很多養牛養豬大戶, 這些都是所謂的牛企業豬企業嘛, 他當然要把這些東西推過來嘛, 既可給政治獻金, 又可幫他組織選票, 是美國所有國會的議員, 跟美國總統要連任裡面, 尤其共和黨, 共和黨本身有很多支持的主力區, 主力州都是農業州嘛, 好, 這個東西不僅影響到台灣的食安, 他還影響什麼? 他還影響到台灣的養豬產業的發展啊, 養豬產業目前在台灣的農業, 還是排第二大啊, 養豬人口這麼多, 相關的行業這麼多, 你說如果美國瘦肉豬的, 瘦肉精的豬肉跟牛肉進來了, 台灣的養豬產業, 台灣的養牛產業幾乎沒有, 都是滷牛沒有肉肉牛, 台灣的養豬產業就全垮嘛, 全垮, 而且我們所自豪的台灣豬肉, 好吃的台灣豬肉就沒有, 就沒有啦, 然後大家說, 那你就標示就好, 可是有很多地方你是無法標示的, 你到餐廳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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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夜市, 小吃, 你只要一到進入到工廠, 那個豬肉只要進入工廠, 進入餐廳, 我們消費者是沒有辦法看出來的, 他們為了降低成本, 一定買, 一定有這種豬肉, 因為那個成本差太多了, 然後用重重的調味去蓋住豬騷味, 跟其他東西, 因為台灣的豬肉確實好吃, 然後最終台灣的豬肉就會變得很貴, 然後就被消滅了, 那這個該怎麼辦呢, 美國現在是這樣子的一個操作的方法, 那這樣子的操作, 葉委員, 那美國他也不是說光對我們台灣如此, 他現在川普他可是全世界都是, 每一個地方能扼詐他就去扼詐, 該提高他的軍費, 日本, 韓國, 德國, 哪一個不是深受其害, 但大家沒辦法, 那台灣更不用講了, 人家的選舉, 美國還用不著出力去幫你忙, 台灣他還會出來幫你忙, 而這種情況, 你蔡英文政府有能力拒絕嗎, 能夠拒絕嗎, 當然不能夠啊, 所以他就明目張膽的, 選完第一天馬上宣布, 不必要等一個禮拜, 也不必私底下跟你召會, 都不必, 反正我已經把你拉上來了, 你就得聽我的, 變成我們台灣現在要走的路就是, 唯有美國馬首是瞻,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 當我們以前在這個資訊很封閉的年代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處在冷戰時期, 上個世紀, 我們都一直覺得, 這個西方集團是正人君子, 是英雄, 那這個共產集團是壞人, 就是說對立的俄羅斯人, 蘇聯他們是壞的, 那那個時候他們是鐵幕, 裡面的人是不堪文問, 我們這邊是自由民主人權, 可是現在我們慢慢體會到這個世界怎麼樣了, 我們看清楚了這個世界的真正面貌, 我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村, 我們也看到了顏色革命, 我們更看到了美國立國兩百多年, 但是經歷了兩百多次的戰爭, 二戰之後到現在, 美國到現在沒有一年沒有戰爭的, 他們每天都在全世界, 不是在歐洲, 就是在亞洲, 沒有在亞洲, 也就是在非洲, 他們都發動戰爭, 也參與戰爭, 每一個地方有動亂, 都一定有美國人的影子, 我們會覺得美國是全世界秩序的導彈者, 可是想不到今天我們站邊的時候, 我們是站在他那一邊, 這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看電影, 看什麼小說等等, 我們會看到好人跟壞人, 英雄跟強盜, 警察跟強盜, 大家都為警察在鼓掌, 想不到我們今天是站在強盜這一邊, 台灣人現在是選擇站在強盜這一邊, 美國現在是為了一個國家的私利, 破壞了整個全世界的經濟秩序跟政治秩序, 你只要是這個國家, 他需要他的利益, 他不管你是屬於什麼, 你說他為了人權嗎? 沙烏地阿拉伯有沒有人權? 沒有人權啊, 一點人權都沒有, 他有講過一句話沒有? 沒有講過一句話, 他只要怎麼樣, 完全符合他自己美國的利益, 所以你現在來幫助台灣, 他一個目的, 只有一個目的是什麼? 他只是把他的美國的防衛線, 拖展到第一島鏈, 台灣是要幫助他維護他的安全的, 但並不是說他真的會希望你台灣好, 也不是說什麼民主制度, 什麼制度都不是, 什麼制度都不是他所在意的, 他在意的是他美國的利益, 你美國的利益, 那我們作為台灣的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分子, 難道我們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走響嗎? 到底我們是接受美國的這個資源, 我們聽從美國的對我們台灣的將來, 是好還是壞, 大家是不是應該好好坐下來, 檢討一下, 來一個展開大辯論也沒有關係, 從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國防的各方面, 我們來探討, 探討出台灣應該走出一條, 對我們真正有利的不要為了兩黨一黨之師, 然後盲目的援引外部的勢力進來, 影響到我們台灣自己本身的選舉, 影響到我們台灣將來的前途, 影響到我們將來子子孫孫, 在台灣這個地方, 其實也不必講到那麼遠, 什麼子子孫孫, 三年五年之內, 我們就可以見正章, 因為這個博弈, 我剛剛經常講的, 這個博弈是兩中美兩大博的博弈, 也不光是兩岸之間的這個爭論的問題, 更不是說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的問題, 這個是擴散到整個世界局勢, 會影響到我們, 台灣今天能夠移立在太平洋那麼久, 拜上一個世紀冷戰之勢, 因為有冷戰, 所以台灣才有今天, 那麼冷戰結束以後, 另外一個新的, 走入一個新的境界, 新的境界喔, 東盟各國不講, 歐盟不講, 大家都覺醒, 開始不一定選邊站, 都開始為自己國家的利益在打算盤, 我們還不會為自己的國家利益來打算盤嗎? 要注意, 因為現在, 全世界的局勢還在繼續走, 美國這個國家到底做了什麼呢? 要知道, 伊朗的和協定, 是歐巴馬, 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 結果換了一個總統, 特朗普上來之後, 他退出了, 就整件事情, 這太顛覆了吧, 好, 那他不但退出, 而且他要制裁伊朗, 所以他制裁伊朗, 造成伊朗他的輸出, 他最重要是石油嘛, 他輸出有80%不能輸出, 所以他經濟崩潰, 所以美國是要逼讓你伊朗崩潰掉, 然後所以他才會去抓孟晚舟, 因為孟晚舟就是華為他們私底下, 偷偷還是跟伊朗做生意, 好, 這個是一個大環境, 1月3日, 伊朗革命衛隊的精銳聖城部隊指揮官, 蘇雷曼尼被美國用無人機, 竟然在伊拉克, 在第三國, 然後把這個人擊殺了, 這個太過分了, 而且是引誘他, 用和平之名引誘他到伊拉克來, 所以當時全世界應該大家敢講的不敢講, 心裡都是瞧不起你美國的, 結果等著喔, 等著看, 我們來看這個怎麼樣逆轉的, 到1月8日凌晨5點的時候, 伊朗空襲美軍基地, 當時我們也錯誤的講了說, 以為說, 有幾個人死亡, 但後來證實空襲行動, 沒有一個美軍傷亡, 為什麼? 因為美國是說, 哎呀, 我們有情報, 但伊朗, 事實是伊朗事先警告伊拉克, 讓伊拉克告訴美國說, 哎, 我5點鐘我要打飛彈啊, 趕快叫美軍指揮官, 趕快把你的兵都藏起來, 讓我出出氣打, 所以伊朗沒有真的要殺死美國人, 你看喔, 他, 我的人, 我的民族英雄被你打死, 用那麼下流的手段打死了, 結果, 我只是要出出氣, 我要反回我的尊嚴, 我事先告訴你, 我沒有要擴大, 然後同一天, 1月8日, 清晨6點12分, 他打完這個, 結果一個小時後, 竟然一個烏克蘭的班機, 從伊朗的首都德黑蘭的機場起飛不久, 救嘴機, 伊朗喔, 在伊朗自己喔, 我打飛彈, 我為什麼要去打一個客機, 我不打你美國人, 我的敵人, 我的仇人是美國人, 我為什麼我不殺美國人, 我為什麼要去殺這個客機的人呢? 大部分還是伊朗人喔, 伊朗人喔, 我殺我自己82名伊朗人, 還有57名加拿大人, 跟11名烏克蘭人, 沒有什麼美國人啊, 所以當時, 剛開始追擊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一定是被飛彈打下來, 可是我覺得不合理啊, 然後當時大家也都不講, 等到三天後, 終於伊朗承認了, 伊朗總統呢, 他承認說, 這是不能被原諒的錯誤, 伊朗官員必須處理, 伊朗防衛系統中的弱點, 好確保這樣的災難不會重演, 然後因為他們是錯誤誤殺了, 那為什麼誤殺呢? 伊朗革命衛隊的空軍領袖, 他出來說話, 他說因為伊朗軍方是非蓄意把對方擊落了, 是人為疏失, human error, 跟非蓄意的, unintentional, 在這裡, 這個狀況下, 人為疏失, 非蓄意, 那為什麼會人為疏失呢? 他解釋了, 飛彈操縱員的通訊系統, 有十秒鐘被中斷, 所以他誤以為, 失事的搬機是美國發出的巡弋飛彈, 所以發射地對空的導彈, 我被告知飛彈誤擊時, 他這個空軍領袖說, 我真希望自己死掉, 這樣我就不用看到這樣的事故了, 為什麼這麼晚才來公開? 因為程序上還需要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部這一關, 所以才很晚公開, 可是這樣完了, 本來伊朗境內是反美的示威, 可是現在因為伊朗的經濟困難, 年輕人失業率非常高, 本來對政府就很多不滿, 這個時候竟然伊朗變成是對政府的反噬, 政府抗爭了, 然後還誤傳說有沒有實彈攻擊, 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美國川普特朗普趕快出來操作, 哎呀伊朗不要去殺你的人民啊, 怎麼怎麼樣, 你怎麼看怎樣一個逆轉, 我怎麼總覺得這個物極事件, 這個搬機被打下來, 有濃濃的美國的影子? 當然有, 我一直從這個過程, 我覺得本身是有一套劇本的, 而這個劇本的開端, 可能要從原來蘇萊曼尼在巴格達, 被美國的無人機所打死有關係, 美國世界上最強的情報組織, 第一個是美國CIA, 第二個是英國情報處, 英國情報處出了一個很厲害的情報員, 我們都知道, 就是東東西門007, 那第三個就是蘇聯的KGB, 普京曾經在蘇聯的情報單位待過很長的時間, 那下一個是以色列的情報系統, 那麼這情報系統非常的厲害, 蘇萊曼尼從伊朗的德黑蘭, 她是革命衛隊聖承旅的旅長, 是伊朗的民族英雄戰神, 那麼她到伊拉克的巴格達去做和平談判, 她是秘密的, 她的行程沒有人知道, 可是竟然會被美國的無人機鎖定, 一擊而走, 以蘇萊曼尼過去這麼有經驗, 躲過那麼多次的暗殺, 她竟然在這次沒有躲過, 這是中間有許多的貓膩, 而現在被查到的, 認為說連她做的那個班機的空姐, 都很可能是現名, 而空姐發現了蘇萊曼尼的行蹤, 那報告給在地面的這個情報組織, 然後接著一擊而中, 蘇萊曼尼死了, 當然蘇萊曼尼在整個伊朗是第三號政治人物, 而且被認為下一屆可能取代魯哈尼, 成為伊朗的新任總統, 所以他被打死了, 你當然會引起伊朗人民的憤慨嘛, 所以整個伊朗瀰漫著一股所謂的反美情緒, 非常強的反美情緒, 很多人都說中東大戰要爆發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要爆發了, 可是如果真的爆發的話, 那對川普的選情不見得有利喔, 因為美國像剛才葉委員也說啦, 美國其實接近紫老虎, 真打仗美國不見得會穩居勝算,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轉移焦點, 讓這一個伊朗從德勢的一方變成私勢的一方, 好,貓力出來了, 今天美國不是先宣布要對伊朗的五十幾個據點, 包含文化遺跡進行毀滅式的轟炸嗎? 那就伊朗來講, 伊朗當然緊張啊, 所以當時候伊朗叫聯合國要請求訴願, 也不得其門而入啊, 那伊朗知道幹嘛, 知道恐怖平衡嘛, 我反擊嘛, 所以他也說要針對美國的幾個二十幾個軍事基地, 要進行導彈攻擊嘛, 其中有一個就是對伊拉克的巴格達的海軍, 美國的美軍基地嘛, 好, 而就在這一天, 這一個從德烈蘭機場起飛的班機, 民航班機, 剛才說176個人裡面, 扣除機組人員是167人, 167人裡面說伊朗籍有82, 加拿大籍的裡面有一半以上是伊朗裔的加拿大人, 所以裡面基本都是所謂的伊朗的國民嘛, 好,他現在被導彈打下來了, 被伊朗的導彈打下來, 當時還懷疑還沒有證實, 但是很多人認為跟伊朗的導彈射擊有關, 極可能是這樣造成的, 所以引起了很多伊朗的年輕人, 還有反對派, 開始以這作文章啊哀悼啊, 好, 等到三天後, 果然是證明是伊朗的革命衛隊打下來的, 那既然伊朗的革命衛隊打下來的人為殊師, 那人為殊師就沒話講了, 所以負責的空軍司令, 也只好承認這是個重大的錯誤嘛, 伊朗的總統, 伊朗的精神領袖哈米尼, 也只好出來說我們錯了, 要負責任了, 這時候整個民意開始逆轉了, 整個開始類似於顏色革命的氣氛出來了, 開始變成抗爭了, 原來是在調練魯曼, 在盜練蘇雷曼尼的, 但是現在反而過來是反伊朗政府的, 要求伊朗精神領袖哈米尼下台的, 說辭職還不夠, 需要審判, 還講出來獨裁者去死, 然後龐培歐, 川普還嫌火不夠大, 繼續寫推特來燒火, 而且推特裡面還故意用波斯文, 跟英文兩個版本, 各寫一遍, 各寫一遍, 這麼費工夫幹嘛, 他就是為了挑弄顏色革命嘛, 就是為了挑弄, 讓伊朗你, 這句話就我們在維基處理上講的話嘛, 你要把炸彈丟到我這邊, 我就把更大的炸彈丟到你的廚房裡面嘛, 他就跟你玩這一套嘛, 所以現在整個火, 變成原來美國是屬於理虧的一方, 現在變成整個伊朗的內部民進大亂, 反而把焦點對準伊朗現在的政府, 要現在政府負責任, 要革命衛隊裡面一桿等的領導官員要下台, 要接受審判, 這一來的話, 那伊朗不是垮掉了嗎, 還能夠跟美國, 再進行所謂的美伊較勁嗎, 這美伊較勁伊朗已經輸了, 而在中間這個過程, 最關鍵的,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為殊師, 為什麼會射下, 都是自己子民的客機, 就是因為通訊中斷嘛, 通訊中斷那幾秒鐘, 那幾秒鐘的時間, 偏偏偶射, 以為是美國的巡弋飛彈, 那如果是巡弋飛彈, 你飛還擊不可, 你要攔截啊, 那我們都知道說, 客機它在雷達上, 它呈現它是客機, 而且更何況是, 你就會, 你怎麼會, 怎麼會通訊中斷, 通訊中斷那十秒鐘, 你看到有東西, 但是你不知道它什麼東西, 你只能夠把它定義為, 美國來的飛彈, 所以, 我舉兩個歷史的例子, 應該在一八七幾年的時候, 當時候法國的軍艦, 十一艘的鐵甲艦, 在福州, 在福州羅興塔的閩江口, 跟中國的, 包含我的先祖, 邱方全, 大家在對峙, 我先祖帶的那個軍艦, 叫楊武艦, 突然間喔, 一樣喔, 通訊中斷, 通訊中斷, 整個聯絡斷了, 聯絡斷了以後, 整個船艦的部署, 全部失靈, 30分鐘內, 整個南洋艦隊, 福建水師, 全部被殲滅, 這就是中法, 馬江海戰, 後來證明, 誰搞的, 誰, 法國人搞的, 他就讓你通訊中斷嘛, 因為中國的第一個, 電爆電纜, 對, 南洋水師, 福建水師建的嘛, 中斷, 輸了, 他把你的電纜弄掉, 對, 因為兩軍交戰, 那個時候還是有限電, 現在是無限, 對, 無限呢, 美國打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他那個的, 他, 我讓你通訊中斷, 伊拉克跟大陸, 買了很多坦克車, 那個坦克, 那坦克呢, 後來戰爭完了以後, 他們去看看, 為什麼, 通通給他全軍, 殲滅掉, 為什麼, 完全他沒有, 子彈打都沒有打出去, 因為他把你整個通訊, 通通中斷, 你指揮也指揮不下去, 我斧頭, 我沒有辦法指揮, 整個挨打這樣子, 所以你看看, 這個怎麼會是人為殊師, 這個, 當時他在, 伊朗空襲美軍基地的時候, 已經是, 戰爭狀態, 但是伊朗本身, 知道我打的是, 空包彈, 為什麼, 我叫你人躲起來, 我沒有真的要戰爭, 好, 所以我才允許我的, 機場喔, 起飛, 搬機啊, 如果我現在是, 我知道是, 馬上美國要來回, 回任我了, 我不會讓我的飛機起飛嘛, 所以伊朗是被騙的, 然後美國這個時候讓你, 通訊中斷, 美國有能力吧, 這個叫電子戰, 美國有沒有這個能力, 有沒有能力, 我舉半年前的事情, 韋利瑞拉當時候, 正在發生內亂最高峰的時候, 現在總統馬杜羅, 美國支持的這個年輕的議員, 三幾歲的瓜伊多, 準備造反, 好, 那個時候瓜伊多, 逐漸處於劣勢, 因為馬杜羅的背後, 有俄羅斯的幫忙, 有古巴的幫忙, 所以瓜伊多無奉可, 沒有辦法得勢, 就親美派, 美國支持的這個瓜伊多, 民調開始有點落後, 所以那時候發生什麼問題呢, 突然間啊, 整個委內瑞拉全國大停電, 七天, 你說停電七天有多恐怖, 盜匪橫行, 自然整個亂掉, 無政府狀態, 無水無電的情況之下, 一片黑暗世界七天, 好,後來證明了, 當然馬杜羅渡過難關, 索性渡過難關, 否則政權一定益首, 後來證明, 也是要用電子戰啊, 是美國幹的嗎? 用電子戰把你的整個停電力系統, 整個破壞掉啊, 現在戰爭很可怕的, 叫電子戰嘛, 你要知道你的水利, 你的自來水廠, 你的電力廠, 電廠, 你所有的東西, 現在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用網路相連的, 然後你所使用的網路的基礎建設, 網路是誰發明的, 網路是美國人發明的, 所以不管是有線網路, 無線網路, 還是通訊, 還是加上美國有人造衛星, 好, 你想想看, 美國一旦發動了電子戰, 這個十秒鐘的通訊就中斷了, 對,所以這是關鍵嘛, 為什麼會有人為疏失, 革命衛隊是伊朗裡面最精銳的部隊, 怎麼會有所謂的人為疏失呢? 人為疏失的原因是通訊中斷, 通訊中斷的原因被電子干擾, 而電子干擾誰做的? 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以色列幹的, 一個是美國幹的, 而現在以色列在這個世界上, 美意的世界上, 以色列已經避開了, 那誰幹的? 美國當然是其中嫌疑最大者嘛, 因為美國是這個世界的獲利者嘛, 而這事件發生以後, 你看龐佩奧的反應, 你看川普的反應, 你不覺得就是火上澆油啊, 就希望藉此讓你伊朗後院施火啊, 後院的火燒得越大, 你伊朗越沒有戰力, 你伊朗到最後, 越要對我美國屈服, 他所有的一系列, 你看從伊朗和諧定, 我不管你, 然後我繼續經濟制裁你伊朗, 全世界任何國家不准跟伊朗做生意, 那伊朗的石油就賣不掉啊, 不僅如此, 賣不掉以後, 因為美國現在開始它有生產夜鹽油, 它的夜鹽油要運到歐洲, 運到亞洲, 運費很長很貴, 所以它採了很多, 可是沒有競爭力, 但如果說你伊朗被它掐了脖子, 掐死了以後, 它的油就可以賣出來了, 這個是它的石油利益, 因為現在這樣伊朗這樣的話, 那伊朗供應又減少, 對, 然後又國際局勢緊張, 就買到美國的, 有一局勢緊張, 油價就會漲, 石油幫就賺錢了, 川普的背後金主就有錢可以賺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一個附帶原因, 剛剛講了半天, 電子戰, 這個電子戰, 為什麼美國要打壓華為,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它的發展出來的量子通訊, 量子通訊, 量子通訊是沒有辦法干擾, 沒有辦法竊聽的, 沒有辦法干擾, 沒有辦法竊聽的, 華為就會發展這個量子, 如果將來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所有通訊, 改成量子通訊, 這個量子通訊以後呢,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干擾, 沒有辦法去竊聽, 這個來更嚴重, 它整個優勢就會傾斜掉, 就是牽扯到國防跟軍事, 所以美國現在它為什麼在東東, 他們進那麼大的力量, 首先它本來把這個敘利, 要把它搞顛覆掉, 可是敘利亞阿薩德, 現在是因為俄羅斯的介入, 美國現在要退了, 要退了, 伊拉克本來是他把人家原本的那個系統搞掉了, 這個政府本來應該是親它才合理, 現在也請他議會決議, 請他走人, 要請他走人, 敘利亞也不歡迎他, 土耳其也跟他翻臉, 土耳其現在也翻臉了, 土耳其他接下來他就跟歐盟, 他本來是當他的前沿, 要面對要對付歐盟, 對歐盟, 俄羅斯的, 結果他要搞人家暗殺, 俄羅斯普丁把這個消息給土耳其的愛爾多安, 好, 德爾多安這樣翻臉了, 當然翻臉了, 你愛殺我, 你要跟我前面握手, 後面捅我一刀, 當然翻過來, 靠到俄羅斯這邊過來了, 現在形成了, 一個形成了什麼, 土耳其, 伊拉, 伊拉克, 背壞一個俄羅斯, 這個新越, 這個什葉派的力量形成了, 阿拉伯世界, 其他那個黎巴嫩的那個小國, 那就不用談, 沒有什麼影響, 科維特沒有什麼影響, 剩下一個什麼, 是一個迅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它是美國最大的軍火埋族啊, 這個又是牽扯到, 我剛剛講的軍工複合體石油幫, 這符合他的軍主的利益, 所以呢, 這種情況你能夠讓它形成嗎, 當然不能讓它形成, 所以第一個要下手的就是伊朗, 伊朗一定要先把你搞掉, 把你伊朗搞掉了, 這個整個局就可以打破, 何況, 伊朗又牽扯到什麼, 是跟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是有相當嚴密的關係, 一帶一路一定要通過伊朗, 才能夠進入歐洲, 所以這個在美國的整個國家, 大國家的大戰略下, 它是一定要把這個伊朗搞垮, 非把它搞垮不可, 除了世仇, 除了石油利益, 還有這個中國, 遏制中國的這個大戰略利益, 這個一帶一路的這個戰略, 所以呢, 在這種情形之中, 你說不把它搞垮, 搞垮可能嗎? 不可能, 各種陰謀軌跡, 我先把蘇雷曼尼打死, 然後我逼你出手, 逼你出手的時候, 又透過其他人去講說, 不要真打啦, 假打啦, 然後好, 你假打, 你也讓班機起飛, 這個時候我來通訊戰, 通訊戰, 讓你去打那個班機, 打自己的飛機, 打自己的人, 然後我讓你內亂, 然後我這個時候, 全世界本來都是同情你的, 突然間, 開始罵你, 你的人民都罵你, 對, 然後說要你去死, 要你下台, 要你幹嘛, 然後我還出來, 川普跟龐佩奧出來, 假惺惺, 安慰人民, 伊朗人民勇敢啊, 你媽勇敢起來, 對付你們的政府啊, 然後怎麼樣, 好, 美國國防部長還講說, 沒有證據顯示, 川普聲稱蘇雷曼尼要發動攻擊, 他說了實話, 這個人不該死啊, 美國有經常這種現象, 他們有很多官員, 有時候一兩個會出一兩個講師, 講了實話, 他不該死啊, 結果你美國把他打死啊, 你美國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對於反美的示威抗議, 他們報導就很少, 西方媒體對於這種一兩千人, 兩三千人的反伊朗政府的抗爭, 他們就大幅的報導, 就讓整個的伊朗可以翻得掉嗎? 所以我認為伊朗已經處於一個絕對的劣勢, 到最後, 我認為這個局勢, 這個美伊之間的博弈, 應該是伊朗是個輸家了, 美國玩的好多是這個東西, 美國玩利比亞不是這樣玩的, 以前玩伊拉特薩達姆也這樣玩的, 以前在玩埃及的穆巴拉克也是這樣玩的, 以前玩那個野門的那個阿里也是這樣玩的, 只有美國一貫就是這個玩法, 他在世界各地方搞顏色革命, 就製造各地方的內亂, 讓你整個後院施火, 讓你的政權被人民唾棄, 然後最後美國順理成章的掌控你, 這就是美國做世界霸主的由來嗎? 這個套路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2014年的太陽花, 然後再來香港戰中, 然後之後今年的香港搞了半年的, 然後再來台灣大選, 不覺得很熟悉嗎? 伊朗只有不到1億的人口, 所以玩的動, 美國用同樣的套路要玩中國, 但是中國的量體太大了, 他玩不動核心他就玩周邊, 玩香港玩台灣, 然後怎麼辦? 怎麼辦? 台積電現在已經宣布, 他退掉華為的單, 他不敢接華為的單, 因為美國施壓, 同時, 美國把台灣當成下一代的科技戰, 針對中國的科技戰的重要堡壘, 為什麼? 台灣在科技界上是非常強的, 又做全世界的代工, 所以這一戰, 台灣是不是要繼續做美國的棋子傀儡, 跟美國人的走狗呢? 顯然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愿意做美國人的走狗, 都已經選邊站了, 選票告訴我們, 那之後我們再來看要怎麼辦,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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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How do you expect Beijing to react to your victory? They should have a serious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s expectation as expressed by the election result. And this is a very strong message from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t is, you know, they don't like the idea of being threatened all the time. We're a successful democracy. We have pretty decent economy. You know, we deserve respect from China. You spoke after the result about the, your hope that there could be a return to dialogue. What can you offer Beijing that might, in your view, open that door a little? I think it's for the Chinese to have this preparedness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that is the key. If they are not prepared to face the reality, whatever we offer won't be satisfying to them. Why do you think China was such an issue for voters? Because over the last three and more than three years, we've seen that China has been intensifying its threat. And they have all sorts of actions, military exercises, and they have their military vessels or aircraft cruising around the island. And also with the thing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people get a real sense that this threat is real. And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Your predecessor, Ma Ying Zhou, was able to preserve Taiwanese democracy whilst 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China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At a small price, the continued ambiguity over the status of this island. What's not to like about that approach?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The ambiguity can no longer serve the purposes that it was intended to serve. So we're facing a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 now. Without an expression of good faith on your side, and this is what your critics say, that you in a way are inviting China to react in the way that it is. I have been rather reasonable in terms of managing our relation with China. and we have refrained from doing things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s provocative to China, despite that there is so much pressure here that we should go further. But in the last more than three years, we have been telling China that maintaining status quo remains to be our policy. But I think that is a very friendly gesture to China. Are you, in principle at least, in favour of the idea of formal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e don't have a need to declare ourselve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lready. And we call ourselv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we do hav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the military, and we have elections. You've spoken about the rising threat from China. How serious, in your view, is the risk of war today? You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 war at any time. But the thing is, you have to get yourself prepared,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defend yourself. But in addition to this military preparedness, I mean,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you have to get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your cause. Do you believe you would be able to stand up to a military action? I do think we have a pretty decent capability here. Invading Taiwan i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be very costly. Bye for now... No one is happening.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